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比昌标准的粤语发音也是广东成长的 却依旧每一期结果不惊人意 这又是为什么呢 节目没有淘汰制 粉丝也不会因为爱豆书的比赛而弃掉节目 所以节目组每次都让对拼的结果都不会太好 就粤语发音问题在第七期得到了最大化的放大 第七期请来了王源 王源唱的就外行人来听 听着没啥问题 但是粤语发音成了观众们听差感的地方 王源 他的粤语发音有很多字还是和国语一个音 他的歌也是最二不像的一首歌 不像国语也不像是粤语 当然我们能够理解 王源是飞行嘉宾 这首歌曲是临时来学的 能唱成这样已经很好了 这个时候生生不息被网友争议最大的歌手出现了 李健 他基本上每一期都不唱粤语 唱的确实是港粤 却不是粤语 他到底该不该在这个节目演唱 还是换个节目 三 李健是一个经常拿来与周杰伦对比的内地歌手 因为同一年都成为了中国好声音的导师 也因为李健有才华 他的名字就经常与周杰伦同框 众所周知 李健是曾经千绪年间爆火的内地组和水母年华的成员 他们当年一首《一声有你》很好听 不亚于现在短视频的BGM 也不亚于当年周杰伦大火的歌曲 后面李健退出组合后 并没有太多浪化在约谈机器 直到这几年经常在阴宗里面出现 刷了脸书 还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是芒果卫视的好朋友就也经常上他们的阴宗 其他阴宗收获的都是满满的好评 唯独在这档粤语歌曲的阴宗中 李健有他的特例独行 尤其是在第七期 他还赢了周笔唱 四 第七期 周笔唱与李健PK中 全组人都认为周笔唱会赢 还压上王月的期待值 两个人演唱结束后 李健的脸色是不够好的 周笔唱的微笑是胸有成竹的 最终 李健以54比46票的投票率 胜出了周笔唱挺多 这一期他依旧唱的是国语的港月 这一期播出结束后 也让部分网友开启了口诛笔法 李健唱的是国语歌曲 虽然是港月 但是不是粤语 到底港月该不该被粤语定义 看了很多网友的回答 我得出一个观点 港月不该被粤语定义 国语也能很好的呈现出港月 只是唱了一些听感和味道 李健唱国语是很好听的 也许唱不标准的粤语反而会适得其反 既然现在是港月季 既然节目组都是支持李健的 那么广大听众也应该怀有一颗包容的心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